郭台銘獨立參選總統力拼聯署 那麼日前就宣布他聯署突破了百萬門檻 不過現在卻傳出檢警就查出了 疑似聯署站涉嫌花錢買聯署書 狂衝這個聯署的數量 這恐怕已經涉及了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87條 也就是聯署行賄罪 市民地檢署昨天深夜就指出 省信主席深壓禁見獲准 區一六個人以一萬五千元到三百萬元交報 對此國台銘辦公室的聲明書 他們表示說聯署的活動 絕對要遵守相關的法規 絕對不允許有任何的違法行為